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的事 这期主要是聊这个恒大汽车和恒大这个 复工复长保交楼这个情况 咱们先聊聊恒大汽车 最近恒大汽车这个在 资本市场动作一会儿平平 先是这个增发了两轮 大概30多亿吧 然后再增加注册资本 这些做法的目的都是为了 以后的这个招生引资 引进这个战略投资者做准备 第二个呢就是恒大汽车呢 主动的退还了一些这个 项目的土地和处置了一些项目土地 回笼的资金呢 用于发放这个员工工资 那么这个 大家看到新闻了 实际上这些土地啊都交了这个保证金的 到期 你没有去开工没有动工的话 那么这些土项目 是要被政府收回的 与其被政府主动收回 还不如自己去退 对吧跟政府去谈 退回去 把那个保证金啊 能拿回来一点是一点 但是有部分项目的这个保证金是 被政府扣了 这个看新闻可以看到 这个实际上是 恒大汽车的也是无奈之举 当初啊 拿恒大汽车这个项目的时候 各地这个 做汽车城 汽车这个产业的时候啊 给他配套了很多这种 生活用地 其他的配套用地 实际上是想通过 恒大是希望通过这些配套用地 开发住宅 收割一轮 哪知道资金链断了 对吧玩不下去了 那这些地在手上保证你也交了 那只能退啊 这是无奈之举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 恒大汽车这样处置一些这个 边缘的一些或者是 其他的付诸的一些资产 也有利于他 轻装上证 那么接下来恒大汽车会如何发展呢 目前看这个应该是 生产线应该是通了 对吧 可能要进入中市 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的 你的车一旦下线 那你卖给谁呢 你的整个销售体系的吧 市场怎么铺呢 售后怎么办呢 所以这一切一切的一切都需要大量的钱 和这个团队 那么呢我觉得这个 很大汽车啊 靠木坚靠许老板 这个也很难把它带入到一个 这种境地 许老板可能更大的精力 要放在复工复长保教楼 要放在 如何处置 这个美元债上 那么这个恒大汽车 目前也有媒体放出消息 说恒大汽车正在谈这个战略 投资者 我猜想啊 这种战略投资者啊 目前来看最有可能的是谁呢 传统的汽车产业 想踏入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啊 电动汽车领域的 这肯定是个潜在的这个投资者 还有一个 还有潜在投资者呢 就是类似小米这样的公司 小米最近新闻报道 他是 成立了这个汽车公司吧 最近 这两天的事 小米跟恒大也谈过 但是谈崩了 那个时候恒大可能还没有出现爆雷 可能是财务状况不好了 已经恶化了 但是 毕竟还没有 爆雷 没有进ICU 所以说呢 要价可能比较高 或者是这个 姿势摆大比较高 对吧 还想这个掌握主动权 对吧 你小米是一合作者的身份进来 主导权还在我恒大还在许老板手 那这种可能不符合小米的这种需求 小米呢 也想强势进入这个新能源汽车 电动汽车领域 这是小米自身发展的一个需求 大家可能知道小米做手机其实做得很辛苦 他那个股价很难维持 你看现在的股价也在往下走了 因为小米说白了 他如果不思进取的话 实际上他未来几年就有人会骂他 像骂联想一样的骂他 说他就是个手机 就是个组装厂嘛 他有什么嘛 软件软件不是他的 硬件硬件不是他的 他什么都不是他的 你不像三星啊 三星做手机不管人做的怎么样 他的实际份额可能也不小呢 人家什么存储器啊 对吧 内存啊 屏啊 这些硬件是人家三星自己生产的 他可以卡脖子的 他有溢价能量 软件是安卓的对不对 但人家有硬件 小米可以是什么都没有啊 小米啊 就好比这个盖房子 他只是里面一个装修工 只是装修公司 你说他能值多少钱 值不了多少钱啊 所以他的估值啊 他的市场份额 也大不了哪里去 估值也上不去 一旦到这个位置 他就开始往下走 所以小米做手机啊 做的比较累 这个 华为比小米还稍微好一点 但是华为因为受这个制裁 芯片没有了 所以他这个也做不上去了 华为毕竟还有很多这个 有一些 自主的产权 华为 还有这个 定制机市场 因为华为做通讯的 他的很多手机啊 是要送给运营商的 所以说华为 比小米啊 要做手机的话 比小米的这个 自身优势啊 还要强一点 小米是真正的 跟联想一样 是一个组装厂 所以小米啊 在手机这块 没有太大的一个 空间 因为前一阵的华为 芯片 被断了 华为的市场 相当于空出来了 小米分了一大部分 小米所以 份额上去了 股价也上去了 但是马上就掉下了 维持不了 他连华为 连三星都竞争不过 你说他怎么可能跟苹果竞争呢 跟苹果没有办法竞争 所以他 手机周边的产业 他都做完了 小家电 什么乱七八糟的 跟手机相关的 他都做 但是这些只能起些辅助作用 拓展不了太大的市场份 整个市场也不大 所以看好这个 新能源汽车 电动汽车这个行业 所以他也要进入电动汽车 但是呢 说实话 这个时候进入 稍微晚了一点 新能源汽车是个好的赛道 但是已经晚了 也不能说绝对晚了 至少比别人晚了很多 晚了两年 人家像什么 理想 很多这个电动汽车 都已经在这耕耘了两年了 该占的市场也占了 该跟政府合作的也合作了 该融的钱 该圈的钱也圈了 你这个时候小米进来 做的好了 当然给他叫什么这个 锦山添花 做的不好 那又是一个失败的 叫多元化案例啊 所以他风险很大的 所以对小米来说 最好的办法是 吃现成的 把恒大这个 战略投资 变成主导恒大 恒大就被他收了 恒大汽车就被他收购了 那么这样 避免从零开始 从头交学位啊 没有时间了 对吧 你要从零开始摸索 从头交学位 再去建厂 那你这个 这个时间不等的 对吧 机会成本 太大 所以说我认为啊 小米啊 收购一个 稍微相对成熟的一个 汽车项目 比他从零开始要好得多 毕竟啊 许老板在恒大汽车上是真金白人扔了四五百亿的什么 你就说他浪费了 那他还也扔了两百多亿在上面 对不对 那是有 是有很大的一些这个成果在上面 只是还没有完全转化成汽车 所以我认为啊 小米和恒大的合作还是存在很大的可能性的 那就是看双方去谈 以前没谈成 不代表以后谈不成 所以我还比较看好 小米和恒大的合作 总之啊 恒大汽车 许老板自己单独玩 是玩不下去了 他只能找人找一个有力的大手把他拖住 找一个实力雄厚的 一起合作 那么我认为他跟小米呢 双方呢 实际上存在这种合作的可能的 可以叫 一拍即合 只是说 谁主导 谁从属地位了 而已 那么小米和恒大汽车能不能合作呢 咱们可以关注 好下面我们再 聊一聊恒大这个 复工复长保教楼这个 大家也看到啊 许老板连续在香港市场 抛售自己的中国恒大股票 这个是真的弯出卖啊 这个 十几亿股 十几亿股的卖 那么这 回来几十亿啊 这个钱 十有八九是用来这个 一个付这个 员工的基本生活费的 你要付的 不付后面都没人给你干活了 员工要吃饭啊 第二个可能这个 钢队的 那不是钢队的 这百分之十本金你要付了 因为三个月嘛 然后 美人债的利息 他的 这些钱他要掏 但是他没有一分钱 近象 对吧 他作业的项目 内资金都被监管住了 他的资产卖也卖不出去 只能在 抛他的 中国恒大股票啊 回了点钱 去付这些项目 去付这些 员工工资啊 这个 恒大理财的这个 钢队的这个 百分之十这个 本金啊 还要准备付美人债利息啊 只能卖股票 从另一方面来说啊 你看他的股票一共 我没记错的话 他大概就是 九十亿股吧 他已经抵押出去一部分了 这也卖了十亿股 这么万下卖的话 恒大很快就一手了 就不是你 属家印的 许老板的了 你就不是大股东了 所以说 从目前这个态势来看啊 许老板 自己住的房子 香港的豪宅 国内的豪宅都在卖 飞机也卖了 车骨机也卖了 是吧 然后这个 自己的 名人字画 艺术品都在拍卖 能卖的都卖 包括中国恒大的股权也在卖 就是为了还这些债 践行他的承诺吧 叫我可以一无所有 但是恒大的投资者不能一无所有 目前来看 他是在朝着方向做 不管他是 真心的 还是言不由衷 被逼的 总之 确实在这么做 那么 大家都传言的啊 都觉得你肯定还藏了钱嘛 对不对 你那些是不是在国外有什么基金啊 对不对 有什么 家族信托嘛 这是传言的嘛 瑞士的银行账户是不是藏着钱啊 都打着问号的 对不对 我想这些钱啊 十一八九会水落石出的 他也藏不住 往后 越看就能越看明白 到底有没有这笔钱 到底会不会有传说中的 家族信托 这个可以关注 但是呢 许老板这么卖卖卖 也有一定的效果了 现在全国各地啊 很多项目复工这是事实 可能也不排除有部分项目 表演 作秀 对吧 请几个工人去在里面敲敲打打 说复工了 但是 也有实实在在的很多复工的 这个大家在网上都能看到 确实在干活 在复工 甚至还有一些楼 开始在浇楼了 楼旁已经开始浇了 浇楼 交付了 应该山东的吧 有一两个项目 开始交付了 所以这个工作啊 还是有一定进展的 不能 大家不能太悲观 恒纳刚爆雷的时候我就说了 恒纳的这个项目 窟窿小的 肯定很快就会复工 甚至很快就 按期 如期交付 只有那些窟窿大的 可能要扯皮 扯上一段时间 这个扯皮很复杂的 你 我就举个例子啊 你这个楼 他有一期他有二期 一期可能盖完了 但是 但是还差一点 二期呢 差的稍微多一点 但是总体上说 挤一挤云云 把这后面的再卖一卖 这个资金 大概其实够 但是稍微少点 这样的话政府就要做工作了 各方的要让一点 对吧 陈建商 供应商 打打折 我要把这个烂尾楼 我要把这个楼 完工 那你业主这边呢 是不是也让让步 本来是金庄呢 我现在 金庄有一个标准嘛 对吧 本来是 举例子啊 两千一平米的 标准 现在改成一千一平米 行不行 你业主 一口咬的不行 必须两千一平米的 好那楼就烂得着 反正推不动嘛 你要认可了一挖牙是行 业主代表都同意 行 那这样勉勉强强强 把楼盖完 把房子交给你 这就逼着你业主选嘛 你是等着他 往后烂 不确定呢 还说 干脆把它盖好算了 这个标准差点就差点吧 能交付 这是 这是 我这举这样的例子啊 还有 比如绿化 公共建设 公共设施 本来是 要投五千万的 或者一个亿的 这个能不能省掉 绿化差一点 行不行 这都是侵害这个 这个购放者利益的 或者业主利益的 但是没有办法 你是看着他烂尾好呢 还是说 刚才盖完了 房子交给我 房产证我拿到手好呢 业主也要做出选择 甚至啊 一期业主跟二期业主 这些都有矛盾的 因为你看啊 一期业主啊 是现在心情非常 这个叫什么 郁闷 因为我买的房子肯定贵呀 一期肯定贵一点 现在房子往下走 本来心情就不好 对吧 你这个二期肯定在降价 我这本来 这都同一个地方住 房子都差不多 我这一万八买的 你那好吗 一万二买的 便宜了三分之一 我这本来就难受了 结果你这个 很多资金啊 很多项目啊 还没有用在一期这个收尾 比如绿化呀 比如你答应的建的什么 对吧 公共场所啊 答应建的什么公共设施啊 你都省掉了 把这钱挪到二期去 盖二期去了 你说一期的业主能干吗 肯定得闹啊 二期的业主他也闹啊 对吧 我们钱被徐老板挪了去做了盖了一期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矛盾啊 是多方面的 核心就是缺钱 但是呢 这个缺钱导致矛盾啊 各方矛盾的交织在一起 所以政府要卸调这个事情 不容易 所以什么所谓的工作专办 都是连业在转 协调方方面面矛盾 因为他不能自己垫钱 政府不能掏钱 国有资产不能流失 不能无缘无故 往里放钱 他只能拆通墙 不吸墙 把那楼房盖起来给你交付 只是交付的标准 可以谈的 我交付了吗 做完了吗 大家也没有太大的意见 我这就 功德圆满 完成了这个党和政府交给我的任务 只能这样 所以说复工复展 保险楼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非常这个繁杂 事物巨细 很多矛盾呢 要解决 因为没钱 核心是缺钱 如果有钱 这都不叫事 具体的啊 我认为接下来可能 陆陆续续 以后有很多房子交付了 那么很大也可能要做一番宣传 具体后面这个房子复工复展 交付情况 咱们可以进一步关注 好今天节目就做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